要不然到了禮拜六的时候 就会来不及了 而冷空气呢 礼拜六开始转干了 礼拜日的晚上温度是最低的 礼拜一的晚上还是寒流影响 温度略深 礼拜二寒流结束 来看看预报了 先注意到 今晚的低温跟昨天晚上一样 维持在15度的低温 冷空气还没到达 但你注意哦 明天白天的高温上不去 明天中午的温度再下滑 尤其大概从明天下午 两三点之后开始呢 东北风增强之下 海边的阵风都有在 9到10级的强阵风呢 中部地区的话呢 高山部分到了入夜的时候 会有降雪的状况 平地部分温度也都偏低 南部地区的话呢 今晚温度16 7度 白天高温跟今天的话 略降1到2度了 东半部的东北角 宜兰地区容易有下雨的状况 但外岛地区来说 马祖金门 明天的温度也只有在9到12度呢 来看看未来一周了 冷空气明天下来水气偏多 礼拜六的时候 寒流影响温度偏低 最冷就是在礼拜天 所以周日的晚上的时候 长辈朋友 心血管疾病朋友要注意 礼拜一还是冷 礼拜二的白天 气温开始上升 看看大陆各城市了 北方的天气形态来说 冷空气影响 北京在零下9度 而到了南京上海 也都在零度上下 有降雪 华南地区来说 温度已经掉到摄氏10度了 小丁宁给您个提醒 要注意的是 雨区行车注意安全 高山路面有结冰的状况 路面湿滑 行走方面要小心 继续锁定中式新闻